突如其来的患癌噩耗,对任何人来说都不容易接受,在受Ock阳性肺癌患者大多年轻又没有吸烟习惯,次病的复发率极高,病得经常面对肿瘤,转移至脑部的威胁。 这类患者要应付的挑战真不少,幸好,不断发展的肿瘤为Ock阳性肺癌患者提供更多选择,减少看癌路障,将患者能与癌共存。 Ock阳性肺癌容易发生,能转移,2014年,家庭主妇王太化名,因为咳嗽半年持续为育儿求医,检查发现他患上第四期肺癌,以影响右边肺部急转移至肺膜,肿瘤还带有Ock基因突变,当时,时刻他的方案不多,王太先接受了一年半的化疗疗程,肿瘤得以控制,为止2015年底,肺部出现恶化。 之后更感到骨痛,原来肿瘤已转移至骨骼,当时他选择继续使用化疗,再配合立体定位放射处理骨肿瘤,情况上算稳定。 后来他转用第一代OckE制剂,病情研制控制了约一年便于2017年初恶化,不但被磨及骨骼的肿瘤增多,造成咳嗽及骨痛等症状,肿瘤还首次转移至脑部。 第一代OckE制剂虽能有效对付Ock阳性肺癌肿瘤,但患者用药后,复发时大多会被发现有脑转移,原因是第一代OckE制剂的脑部渗透率不高,于是脑内没有足够的药量控制肿瘤,增加脑转移发生的机会。 第二代OckE制剂,病肿瘤缩小,面对肿瘤复发及脑转移,王太并没有轻言放弃,仍然与医生探讨各种可行的方案。 由于王太曾经接受化疗及第一代OckE制剂,剩下可供选择的方案并不多,刚巧第二代OckE制剂阿莱蒂尼获准临床使用,一向以积极态度,面对癌症的王太愿意接受新的药物。 开始不久,他的肿瘤已经缩小,两周后更不再受咳嗽困扰,普通情况也得到改善,最近的电脑扫描检查显示,他的肿瘤病情稳定,王太的生活也没有受药物副作用严重影响,还能够经常往世界各地旅行,把握这个宝贵时间增广见闻。 对王太使用第二代OckE制剂阿莱蒂尼耗肿瘤受控,显示药物不但能够突破血脑屏障。 Blood,Bray,PiEco,N1Lager,N,Py,Belaria令药物有效进入脑部并停留。 其他部位的肿瘤也同受惠于药物的效力,与此同时,王太并没有出现第一代OckE制剂恶心等副作用,可以拥有有质素的生活,这些结果都与大型临床结果相弱。 过往放射是其中一个处理脑转移的常用方法,现在有更多药物可以帮助控制这类扩散,让患者能够选择更好的方案,从而增加抗癌战略上的胜算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